第五百二十四集 那编剧的嘴被抽得鲜血之流 他捂着嘴跑到了导演那边 然后大叫道 把这几个老东西往虚打 出来去想上我的 上上上 先抓起来教训一顿再说 他娘的连我们剧组的麻烦也敢找 我看他们是活腻歪了 导演手一挥 十几名身穿倭国军装的小混混 拿着道具枪就冲了上 虽然这一枪是道具的 但是做得十分的逼真 要是真的伤到两位老人家就不好了 叶浩轩猛的上前 一把抓住最前面的那边小混混的枪托 然后一拉一扭咔嚓一声 木制的枪托已经被扭成了两截 叶浩轩顺手给了他一拳 把那小子砸飞出去 接下来 叶浩轩便不再留情 他的身形快速地穿梭在这群小混混之中 双手挥出 只见人群礼 传出了一声又一声的闷哼声 叶浩轩下手极快 大多数的混混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就直接被他砸飞出去了 一分钟不大 地上已经躺了一群的身穿黄色日军服装的人 深具浩然争气第四重的叶浩轩 还真的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用叶浩轩的话来说呢 打他们就像是打小孩一样 导演和编剧被吓住了 他们没有见过这么能打的人 虽然剧组的人多 但是一看到叶浩轩的身手这么强 那些充当群众演员的小混混 马上蔫的开玩笑 谁也不会想不明不白的被揍一顿吧 就在这个时候 几名身穿制服的人走了过来 边走边嚷嚷 干什么干什么 优打架 这里是景点 全部跟我回治安市里一趟 这几个人是这里的警卫室的人 虽然在派出所名下挂着 但是他们不是属于公职人员 同时和这些地痞混得很熟 哎哟 李哥 你可算来了 这些家伙们捣乱 他们阻挠我们拍戏 还打伤了我的人 我们剧组怎么拍戏啊 你让我们怎么办 导演一看到这里的治安人员 马上眼前一亮 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的 跑了上来 怎么 你小子又惹麻烦了 为首的一名治安走上前 不由分说的一挥手 把这几个人全部靠走 等等 好像是他们先围攻我们的 我们还手不行吗 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人 真的好吗 不管怎么样 大家就是不行 你把人家剧组的人都打倒了 你让别人怎么拍戏啊 靠起来 先关到治安室里 关几天再说 还有你们几个老家伙 我告诉你们 不要在这里以老卖老 同样抓起来 为首的治安不耐烦地说 抓我们 当年鬼子花了多少大洋 想要我们几个的脑袋 结果我们现在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你可以来试试 叶老太爷怒急返校 陈老太爷一把将挡在自己身前的少校警卫推开 他伸出双手道 你可以靠下我试试 哎呀哈 还真的以为我不敢呢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年纪大 我就不敢抓 老家伙 这是你自找的 一名治安边说边拿出手铐 就走上前了 碰 叶浩轩一脚踹出去 那治安直接倒飞了出去 然后哼也不哼一声 就倒在地上没有知觉了 袭警 你们敢袭警 你们简直犯了 剩下的几名治安吃了 已经连忙后退了几步 哼 你们只是小治安 你也敢自称警察 真的不怕大风闪了舌头 叶浩轩冷笑道 抓起来 快抓起来 为首的那名治安 叫嚣着怂恿身边的人 他们几名手下 有些犹犹豫豫地走了上外 拿出手铐警告道 你们最好不要暴力抗法 不然的话 后果你们懂得 看你一大把年纪了 我不想对你们动手 这几个人一看样子 就知道是在虚张声势 开玩笑 他们又不是警察 这些人一看就知道 不是好招惹的 没必要上前去 白挨一顿自我 你确定要抓我们几个老家伙 陈老太爷走上前 神色不善地说 他身上一阵无形的 肃杀之意 毫不保留地涌了出去 让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愣 他们的手 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虽然眼前的这个老头 已经是一只脚 踏进棺材里的人了 但是他身上那种 久居上尉的气势 确实让在场的人 都有些心惊胆战 想来也是啊 几位老太爷 都是在战场 戎马一生的人物 又岂会被这几个地痞流氓 给吓到 一边的王大标 是实在不敢冒险了 虽然这些小喽啰 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但是几位老人家的安全 是重中之重 万一出了点什么闪失 他就算是有几颗脑袋 也不够掉的 他摸出腰间的对讲机 喝道 所有单位注意 几位老首长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 所有人马上赶到山上 所有人请注意 马上赶到山上 几位老人家随行的警卫连 在原地一直高度戒备这样 一接到命令 整个连队都紧张了起来 他们清楚 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有多重 不要说几位老太爷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 就算是磕下碰下 他们回去后也会被问责的 一听到 几位老人家的安全受到威胁 整整一个警卫连火速列队 手持武器向山顶冲去 由于这一次随行的人都是便装 所有人都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西服 接下来的情景让所有人都砸舍 只见那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人 手里持着武器 没头没脑地向山顶冲了过去 大多数在这里游玩的游人还有些纳闷呢 心想这是在拍什么大片啊 嘿哟 你看这些人手里的武器 是高仿的吧呀 跟真家伙一样 你 你们是什么身份 那治安队长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不对了起来 他也是当过兵的人 他知道这几位老人身上的杀气是从哪里来的 尤其是那个王大镖腰杆挺直 手上又厚厚的老姐 一看就知道是经常玩枪的人 而且这几位老家伙的气势不凡 有骨子久居上尉的气势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手持半自动武器的人冲了上来 结结实实的把这些地痞给围了起来 由于这些地痞手中还持着道具枪 更是让警卫连的人紧张不已 全部放下武器 交枪不杀 王大镖拔出腰间的手枪 对着肩上蒙了一枪 这一枪 把这些小混混们吓得心惊胆战的 他们这才意识到 哦 这群来历不明的黑衣人手里的枪是真家伙呀 他们一个个吓得屁股尿流的 把手里的道具枪给扔到了地上 然后抱着脑袋爬到了一边去 危机很快就解除了 王大镖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些小混混不堪一击 随便一个牌的人都收拾了 关键是这几位老人家的身份 太让人紧张了 所以他不得不通知了上街 片刻以后部队直接把这里给戒严了 直升机军警全部出动 把这方圆的几十里都给惊动了 这里的老百姓们纷纷猜测 这里到底出什么事情 竟然搞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得知了几位老太爷身份的导演 以及那几个指安队的队长 脸色惨本惨本的 好嘛 这罪名真的不小啊 他们围攻的人可是华夏 现在仅存的三位说过 他们一次性全部得罪了 这下好了 以后有的受了呀 等着上军事法庭吧 这时候纪念碑的景点的领导 得知了情况 也是吓得面无人色的 他知道景点很乱 但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乱到这种程度 几位老人家现在的震怒可想而知 八年抗战 是无数英雄流着血一路打下来的 现在到了这些导演的手里 却成了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 一个小孩子都能把鬼子耍得团团转 如此的儿戏怎么对得起 那无数为革命流血的先烈呢 这下好了也不用玩了 几位老人家有些扫兴地回去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文化部提倡尊重历史 争顿抗日剧 让我们的后人知道 当年的战争是多么的不易 这下倒也出了好几部 拍得很好的抗战剧 这些都是后话 晚上叶好轩来到了 父母亲的住处 同进晚餐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 倒也温馨 饭后刘云为这对父子 泡了一壶茶便去忙活去了 他和叶庆尘结婚以后 便不再做其他的事情 一直照顾着叶庆尘的生活起居 今天你带几位老太爷出去了 叶庆尘倒了两杯茶问道 爸 这是几位老太爷的意思 他爷爷在京城疗养院里住得有些闷了 出去走走心情可能会好一点 可我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乱子 叶好轩苦笑道 这一次就该批评你了 几位老人家忍性 你也跟着胡闹 他们的雏形都要经过事先布置的 下次可不能这么儿戏 还好没有出什么大事 叶庆尘倒 我知道了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叶好轩苦笑道 这一次已经弄得他焦头烂额了 哪里还敢有下次 下次就算几个老人家把他给绑起来 他也不带着几个人出去门的 关于小学开设中医课程的事情 已经提上议案了 我想很快就能实施了 教材和教师方面是重中之重 这些都需要你好好把关呢 这个我知道 教材方面我已经编好了 只要通过议案 这些就能马上投入印制 教师人才方面不用担心 中医学院一些优秀的毕业生都可以胜任 叶好轩答道 那就好啊 京城打算先安排五家小学作为试点 现在中医基础般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 因为你的缘故 有意向的家长倒也不少 叶庆城笑道 可以再加大一些宣传力度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就可以传授一些简单的气功 不过这可没有小说里那么选 这只是一些基础的行政法门 虽然没有大作用 但可以让练习的小学生 身体抵抗力大大的增加 这个我想很多家长都愿意看到的 叶好轩笑道 是啊 现在的家长生怕孩子有一点病痛 这个想法不错 我会让宣传部把这些列入宣传工作里去的 叶庆城点点头 他沉吟了一下道 呃 现在邵族已经没大碍了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是改到杨家走一趟了 我知道 过一会儿我就去 叶好轩微微地点点头 杨家后院 杨坚父子同时坐在轮椅上 杨坚仰望星空 习惯性地看着半空中的异象 爸 从你搬到后院起 你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看星象 我想问 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和你所看到的天象 是一样的吗 杨瑞明问道 啊 星象命力之说 信则有 不信则无 我所得到的是天津门的命象传承 这些年的形象 实有罢就应验 包括这一次 其实是不是一开始 你和姑妈就知道我们杨家必败 杨瑞明问道 是 你看 郑东上侧那颗星象 代表叶家 那颗微微暗淡的星象 代表我们杨家呀 现在叶家声势正望 我们和他们作对 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杨坚苦笑道 原来 有时候天意真的不可逆转 杨瑞明微微叹息了一声 他抚摸着自己废去的双腿 心中涌起一阵悔意 之前 我不信命 认为人定胜天 可是这一次 我却明白了 有些事情是无法违你的 违不违你 都是需要去做的 当年的事情 谁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凡尘无所谓 残废一个 大不了一死 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会连累到你 杨坚叹道 我身体里躺着的是杨家的血 不存在连累不连累的 只能说 我能力不及他人 杨瑞明摇摇头 瑞明 你和叶浩轩交手次数也不在少数了 你知道自己和他的区别在哪里吗 杨坚问道 知道 如果现在我弄不清楚自己和他的差别 我杨瑞明也白火了 杨瑞明摊道 我看明白了 叶浩轩为人隐忍 事事顾全大局 而且志向远大 为国为民 上面的人最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人 而相比而言 我和薛红云只是徒有其表 败序其中 成天想的只有斗来斗去争面子 从来不顾及什么 这就是我败给他的最大原因 还有呢 杨坚点点头 还有就是 我没有他那一身逆天的医术 杨瑞明笑了笑 哈哈哈哈 你看得倒是透彻 叶浩轩医生之称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他事事已得服人 你与他的差别 不仅仅是这一身医术 所以 你以后该明白怎么做吧 我明白 这么些年 我惯着一个瑞子的名号 在京城的圈子里争来争去 还以此沾沾自喜 但是我知道现在才发现 我有多么的幼稚可笑 叶浩轩虽然也是圈子里的人 但是他从来不在这圈子里混迹 他不屑 因为他有更远大的志向 杨瑞明仰天叹道 他的志向就是发扬中医 拉动全国医疗费用下降 他这样等于是和全国医疗系统为敌 我只想说他很有魄力 换了我 我是绝对不敢的 杨坚点点头道 的确 这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 恐怕也只有他敢这么做 但这是大势所趋 医疗这块不该是暴力行业的 杨坚顿了一顿道 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 做生意 入仕途 都是可以的 之前我入股过一个质要股份 我倒期望和叶好轩合作 顺道帮他一把 瑞子如果早有这番觉悟 今天也不至于会落到这种地步吧 后院的门一开 叶好轩缓缓缓地走了进来 有时候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不让我受到这样的打击 恐怕我还会与你为敌 杨瑞明笑了笑 他的双腿是因叶好轩而才 现在看到叶好轩 他应该是很仇视才对 但是他的表情很淡然 就好像 是看到一个认识的人一样 看来这一次 杨瑞明是真的悔悟了 早知道这样 早就该把你打通了 叶好轩笑了笑 他提过行衣箱 放到一边的石桌上 铺开银针 我的腿都这样了 你真的还能治好 虽然相信叶好轩 有办法治好他的腿 但是杨瑞明还是有些不相信 我说能治好就是能治好 我下手的时候虽然狠 但是有分寸 做人留一线 是我向来的习惯 多谢了 杨瑞明点点头道 叶好轩取出一根金针 刺在杨瑞明的膝盖处 他这一次行针不急不缓 就像是普通的老中医 帮人针灸一样 他一边行针一边道 这几天看来你感悟颇多呀 确实是 我弄明白了和你的差别 也知道了你之所以 这么受人青睛的原因 说实话 我嫉妒你 杨瑞明毫不掩饰地说 嫉妒我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叶好轩说着 在他腿上的一根金针上 微微地一弹 一股针气顺着金针流入到杨瑞明的腿上 一股热气缓缓地冲击着他腿上的筋脉 嫉妒会使人进步 我明白以后该怎么做 说不定我们以后会合作 杨瑞明笑了笑 合作 你怎么这么肯定 叶好轩反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 下一步你要扶持中程药 和市面上的西药抗争 长济虽然发展势头很猛 但毕竟是姑母难知 而你的做法又触动了大多数人的力 执行中药 恐怕很难啊 杨瑞明道